如如所示,半径为B且固定位置的细圆环上带有总电量为正Q的均匀电荷 O点是圆环的中心,那Z轴通过O点且垂直于环面 P点在Z轴上,它与O点的距离为小D 假设库伦力常数的K值是4πε0分之1 它是库伦定律当中的一个比例常数 距离O点无穷远处呢,我们设定为电位的零位面 则下列叙述哪些是正确的 A选项,圆星O点的电场量值是这样子吗? 那我们来看,圆星O点的电场量值应该要是0才对 为什么这样呢? 对这个圆环来讲,我这个正Q呢 我们在处理圆星的电场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圆环拆成无限多个小点 因为你只会点电荷所贡献的电场嘛 对不对?所以对上面这个小点电荷 它在这里所贡献的电场是离它而去 因为这里带正电 那它的对面呢,一样有一个小点电荷 会对这里贡献一个电场离它而去 这两个相消 那你再取这个小点电荷对这边贡献的电场 跟它的对面对这点贡献的电场 一样也是一组可以相消的结果 所以你在这个圆环上所有的点电荷 想要对这边贡献电场的时候 它总是可以找到对面一个小点电荷 与它贡献的电场相消 所以原心欧点的电场应该要是零才对 那再来B P点的电场量值是这个样子吗? 那我们就来看 P点的电场量值 那响姐它也直接就把公式列出来了 我们稍微说一下 一样我这个圆环上要拆成很多个小点 对这个小点来讲 我对这边贡献的电场是离它而去 那这个电场呢 我们可以分解成向上跟向右 就Z方向跟平面方向 那一样我在对面也可以找到一个小点电荷 对这边贡献的一个电场像这边 也可以分解成向上跟向左 那左右会相消 所以你每一个点电荷都只有办法对P点贡献这个向上 也就是Z方向的电场 这个Z方向的电场 当然就是红色这个电场量值乘上cos系它 所以你看哦 我对这一点贡献的电场量值 是不是距离R平方分之KQ 是不是 那再乘上cos系它 那本来是一个小点电荷 不过你整圈大家共同贡献 把它加总起来的话 你那个小点电荷 就会加总回一个大Q 这应该也是你在观念的时候会看过的一个结果 好所以它就直接引用了啦 那引用来之后呢 cos系它我们要稍微换一下 这里如果是C 对领角这边C cos系它是斜边分之零边 R分之X 所以这边可以换成这样 R三方分之KQX 好不过这个R还是要换一下 这个R呢应该必是定理 是X平方再加这个圆环半径的B平方开根号 所以这个R呢要换掉 换成这个结果 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这B选项呢是错的 再来C 请问P点的电位会等于这个值吗 好那响姐它一样又直接带了一个公式进来 我一样再跟你解释一下 它说这边我可以视为点电荷的电位公式 它原理是这样的 圆环上面要拆成无限多个小点电荷 我这一颗小点电荷对这点所贡献的电位就是距离R分之K 再乘上那一个点电荷的电量 那另外一个位置呢 对这点贡献一样 我这个斜边也是R分之K 乘上那个小点电荷的电量 那因为电位的话它是没有方向性的嘛 我可以全部加总 所以也不用什么cos 那你把一整圈加总的时候 最后的电位就是直接 大家都距离都是R嘛 每个点电荷到P点的距离都是R 那我贡献的电位就直接是R分之KQ 而且这个R又要再用斜边换掉 应该要是要换成这个 D平方加B平方开根号 来去取代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点的 C的叙述也是错的 那再来我们看猪 O点的电位会等于这个值吗 刚才我们问的是O点的电厂 它都会相消 那现在如果问电位呢 问电位我们就看一下 刚才电厂因为有方向性 所以会相消啦 现在在算电位的时候 我其中一个小点电荷 对这点贡献的电位叫做 距离B分之K乘上它的电量 那另外一颗对这边贡献的电位 也是B分之K 再乘上它的电量 那我这样一整圈加总起来 那个小电量加总就会变回整个圆环的整体带电量 一个大Q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猪选项它是正确的 好最后我们看一选项 质量为小M的点电荷 它如果带电量是负Q 从O点以初速这个值 沿着Z轴向上发射 那请问这个电荷移动到 根号3B的距离之后 它的速度就会减为0吗 我们这个大环是带正电 那今天这个小M是带负电 你往上飞自然会被向下吸 所以会越来越慢 那请问在根号3B的时候 速度是不是刚好减为0 你可以怎么做 是不是直接力学人手痕 因为这个运动过程就只有电力的介入嘛 是不是 好所以用力学人手痕来做 我们看哦 我们就可以来去计算这个 从力学人手痕的概念 我们知道 这个物体在移动过程呢 我的动能变化量会等于负的胃能变化量 它是一个一项之后的结果啦 所以我们就假设我飞到 呃 根号3B的时候 它的速度量值 如果是V的话 那它的动能就是2分之1平方嘛 所以我先去算它的动能变化量 末动能减掉 O点出发时候的初始动能 所以动能变化量会等于负的胃能变化量 那变化量当然就是末减初啦 所以这边是 根号3B那个位置的电位能 减掉原本在O点的电位能 那O点电位能我们比较快 先从这边来看 O点电位是B分之KQ 那所以电位能呢就是 这个物体的电量-Q 乘上该点的电位 所以这个呢就是O点的电位能 那我今天飞到根号3B的时候 它的电位能为什么是这个值 电位能一样啊 是我的电量-Q乘上该点的电位 这个该点电位怎么办 我们刚才这边已经解释过了嘛 我可以直接找什么 找斜边来去找电位 对不对 如果我的位置 假设在这里 这边是 假设在这边 这边是根号3B这段 根号3B 那你的半件是B 所以你那一个位置到环的边缘这段距离 是不是1比2比根号3 这段距离是不是2B 所以你的在根号3B时候的电位就是 2B分之KQ 所以你看它电位能 是不是-Q的电量乘上该处的电位 OK 所以我们从力学人手人再讲一次啊 动能变化量是负的未能变化量 这边莫动能减出动能 这个中瓜虎里面 一样是莫动能减出动能 去整理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在根号3B的位置 其实它速度确实就应该要变成0 所以我们这一题呢 答案就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珠跟1选项 对 终所 终所